大家好,今天来说一下如何计算你的幸运数字 每个人基本上的也不一样 而且每个数字它的含义也不同 今天就来聊一下怎么计算 然后大概是什么含义 幸运数字嘛,也就是根据你的出生时间来看的 出生日期嘛,它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那肯定是用功利的,也就是杨利吧 好,来说一下,先举个例吧 根据出生时间嘛 比如说你是2000年,00后 9月14号好了 那怎么去计算呢 也就是,因为这个 它就把所有的数字相加就可以了 因为0的话不用加 加9,加1 加4 这么一加,刚好是16 16的话 再要计算 16因为数字太大了 1加6 等于7 那么这个7 就是你的幸运数字 这个7代表什么含义呢 这个之后再聊一下 先说一下怎么去计算吧 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还有,比如说是 80后好了 1980年号了 5月5号 这个的话 是1加9加8加5加5 应该是28 28 再推 2加8 等于10 然后这个10 再往后推 1加0 等于1 说明这个幸运数字 就是1 这么一个 好像 这不是很简单吗 对吧 但是它有特殊的这个计算的 并不是这样 好 6月1号 那这个怎么计算呢 1加9加9 0不用就管了 加2加1 这等于20欧 那20欧要不要往后推呢 不用了 因为它是特殊的数字 20欧 就是你的幸运数字 不用说2加2等于4了 这个不用了 就是20欧 它是特殊的 然后再最后举两个例子吧 这是比如1977 4月1号 然后看一下 1加9加7加7加4加1 全部相加 把个位数全都相加 加起来是29 加起来是29 那么这个欧 加 再往后推 欧加9 等于11 那11的话 还要不要往后推呢 也不用 11就是 因为它是负数嘛 这么个意思啊 最后举个例子 2000年5月1号 1加5加2 好了吧 0不用管了 那么就吃8咯 那么这个8 就是这个根本就不用往后推了 这是很简单 这个计算很简单 所以这个信息数字的话 这个 就 计算方式好像也就这些 没有说很特别 它大概是 1到9 这是个位数吧 然后是11 也特殊的这个数字 22 33 大概是这些 信息数字 也就是这些 因为说 那你说 所有的都包含 不是的 就这么几个数字 它是特有的 这是西方当中 他们的文化嘛 也没法说什么 根据它这个来 然后每个数字的寓意 是不一样的 并不相同 当然有的是相近的 比如说1 比如你的信息数字是1的话 代表的是这个 领导力 领导力啊 个性啊 自信啊 其实反推一下就好了 你如果你是个领导 你首先要自信 要有个性 要有进取心 独创性 1嘛 接着也代表火嘛 比较急躁 敢为能心 比较急躁 顶头羊的意思 就是白仰柱了 反正这个字写太丑了 就这个意思 代表领导力啊 个性啊 进取心啊 就比较的这个自我一点 比较的自我一些 然后的是有自己的独特性 比较减糟一点 那么O呢 代表的是一种平衡 平衡 O嘛 这个平衡啊 代表取舍嘛 我应不应该做 代表一种平衡 那这样平衡的人 就是善于沟通 善于沟通 也在表示会活动啊 这个活动指的是 个人的这个 与他人交流 这种活动 沟通能力 创新也有一定的创新的 创新的都不至于 一般来讲是平衡啊 沟通啊 这个 有耐心 有平衡的人 肯定是耐心的 耐心 哦 就是这个很好理解 一 道生意一生恶嘛 就代表说一种平衡力嘛 耐心啊 那么 三呢 是一种自我表达 创新嘛 三是创新 中国当中的道家 也是道生意 一生三生万物嘛 代表说创造力 你看 虽然文化差别很大 但有的它的 有它的共同之处 三 它就代表说这种 创新力 创造力嘛 自我表达 自我表达 呃 是 是这个 是代表是一种稳定嘛 对吧 你的桌子 四个角的 啊 四平八稳 啊 稳定 可取 可靠吧 应该是 稳定啊 可靠啊 呃 固执啊 你们可能想象成 实际上桌子 四四方方 啊 比较有几率 桌子吧 四四方方的 啊 古代的八千桌 现在这种原桌 也是 以前没有的 大致这个 也是比较固执 比较过分的谨慎 啊 五的话 这是 应该是一种冒险吧 五是冒险 冒险 叛逆 冒险的话 它必然是叛逆嘛 不听老人言吧 比较叛逆啊 坚持 各类的想法啦 智慧主义 投机啊 大致写下吧 六啊 是 六是代表是一种和谐 六六大帅嘛 和谐 同情啊 呃 这个 长期 这种忧虑啊 六其实也代表是忧虑之心 数字能量吧 忧虑啊 七 是一种神秘的 神秘的文化嘛 那种神秘 孤独的 星期日 星期天 按这个西方的这种宗教来讲 是做礼拜的 做礼拜 啊 就是宗教啊 神秘啊 智力啊 应该是直觉吧 孤独 孤独 直觉的意思 比较有直觉 觉察的灵性啊 呃 八 是 野心 野心啊 这个 个人的一种 就是个 呃 怎么说呢 由野心才能成功啊 也代表这种成功 物质的 比较物质的 野心肯定说 我得到什么嘛 所以这样的 比较物质化一些 物质啊 九的话就是 杨树的节点 按中国来讲 九五自尊了嘛 野心啊 呃 这个八的野心 更大一点啊 因为 每个他都有 他的这个相通之处的啊 九应该是 呃 自负 九五自尊嘛 跟你说是皇帝 呃 自负啊 这个 足之多谋啊 他要能成功 也代表他的 他的祖志多谋 当然 他也 过于的这个自负了 有的时候就很脆 内心就比较脆弱了 脆弱 呃 热情 热情啊 慷慨的 皇帝嘛 可以理解为是个皇帝的形象 慷慨的 呃 大方的 热情的 十一 为了是的 这十一啊 特殊的这个数字 十一啊 呃 有远见 这个是真正的有远见 这塔罗排到这十一代表的是这个 呃 这个 哦 应该是 审判吧 不是不是审判 忘记了 突然之间 美的 也不怎么看都忘记了 谁应该是这个 法官一样的形象 啊 算了不管了 有远见 哈 有理想 有远见 有理想 啊 完美主义的 完美主义啊 比较的 呃 相对来说 敏感一些 内在和敏感 啊 敏感 可能 在人物当中 也可能代表老师 老师的形象 完美主义吧 二手 是这个 城市 城市的 平和的 控制欲比较强 控 代表种控制欲嘛 控制欲比较强的啊 控制欲比较强的啊 比如 以职业来讲的话 应该是 建筑师 属于西方的啊 因为 西方这些是比较有名的 建筑师了 这一类了 建筑师搞建筑的啊 哦 33 知识渊博嘛 他是最后一个数字 而且最大嘛 知识渊博 渊博 啊 大致 提个醒啊 当初个参考了啊 人道主义啊 反正 民师啊 古代来叫属于 那个什么 也是老师 但是他说他比较知识渊博的啊 亚里斯多德啊 这个柏拉图啊 那一类的 讲经不到的 讲到 讲经不到的啊 好 这些幸运数字怎么用呢 也就是经常有人所说的 哎呀 我的幸运数字取的是 比如对你来讲这个幸运 哎 可以取这些数字为主 啊 手机号也好 车牌号也好 甚至于防号啊 买个彩票的数字啊 可以去试试看啊 比如说这个 要不要幸运数字是33 那你去为号是33的数字 类似吧 对这个意思啊 这个属于幸运数字的这个计算 啊 这个和 和生命连数有区别 生命连数不是这样的 啊 这题外话 呃 好 就讲到这里吧 机遇啊 和生命连数是不一样啊